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早幾天大家會看到我國的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發了一個post 當中包括一張圖片 講澳洲起阿富汗所做的事情 然後澳洲的總理就要求我們中國道歉 今天跟大家看一系列的事件 第一先看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和英國媒體BBC的對答 大家先看影片 我沒有得到關於來自堪培拉中國使館的這方面的情況的介紹 我也是從媒體上看到的 但是我想澳方如果要向中國主要大使提出交涉 是沒有道理的 澳方應該首先向阿富汗人民做出正式的道歉 而且我剛才也講了 根據澳大利亞媒體自己報導出來的 根據澳大利亞國防部自己發布的調查報告 澳大利亞有軍人在阿富汗殘暴的殺害無故的平民 這是事實 他們的一個具體的手法或者細節 包括將兒童割紅 這也是事實 澳大利亞政府應該為此感到羞愧 應該給國際社會一個交代 而且應該鄭重地做出承諾 永不再犯此類可怕的錯誤 因為在過去前 中國總是說 它沒有接觸到其他國家的事 而且也鼓勵其他人 沒有接觸到其他國家的事 當然這些事實上 沒有接觸到其他國家的事實上 他們接觸到澳大利亞和阿富汗 你不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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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蒂文先生 我覺得你剛才這個提問 可不像你們BBC的一貫的風格 你那麼關心這個問題 是不是因為你是澳大利亞籍的呢 澳大利亞一些軍人在阿富汗犯下的生殘的罪行 那是鐵證如山 而且連澳大利亞國防部的調查報告 都已經明確地承認了 那麼這個問題 它已經不是哪個國家的內政問題了 這是應該遭到全世界所有有良知人的 政治人的強烈的譴責 你難道沒有感受嗎 你難道覺得澳大利亞這些軍人 他的這種罪行難道不應該受到譴責嗎 你難道不覺得莫利森總理 以及澳大利亞政府在這個問題上 他的沒有是非觀念 應該遭到質疑嗎 即使中國對於違背人類良知 違背國際公平正義的事情 從來都是會大聲的幾乎主持公道正義的 而且我也希望包括BBC在內的媒體 以後受到人權的問題 不應該只把攝像頭對準中國去雞蛋裡挑骨頭 也應該放的視野更寬一點 對於在一些西方國家發生的侵犯人權的行為 你們應該加大報道力度 不應該熟視無睹視而不見 這一條影片除了看我國內交部發言人的發言之外 我特別是想和大家看這些西方記者問的問題 這些才是重點 他問的問題是什麼 你們中國就說不干預別人內政的 現在澳洲派軍隊去第二國家攬殺無辜 這些都是涉及澳洲和阿富汗 不關中國的事 以後你是否會轉變態度 實際上在問的第一重意思 就是以後中國是否會干涉別人內政 這件事正如我之前所說 不過華春瑩女士的回應大致都是這個意思 這些根本不是內政問題 這些是全人類有沒有良知的人去面對這一種事件 應不應該譴責他 甚至乎正如我之前所說 趙立堅發言的post重點 是說是否應該追究這些責任 追究澳洲的責任 這個我之前所說是全人類的問題 不是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的問題 他想定義為澳洲派軍隊去第二個國家攬殺無辜 是澳洲的內政問題 其實這件事才是最恐怖的 我之前另一條影片所假設 如果阿富汗派十個士兵 握著衝鋒槍在澳洲那裏殺人 那這個是阿富汗的內政問題 阿富汗處決他的士兵可以不可以 這樣 這個是不是荒謬的 到時你就會說恐怖主義 然後派軍隊炸平他 然後就瓦解別人的政權十次八次 對不對 什麼內政問題 這件事根本不存在內政問題 然後當華春瑩女士回答了第一次之後 他這個西方記者 是根本不去回應澳洲殺人 是不是一個內政問題 他已經逃離了 華春瑩女士反問他 全人類有良知的人 不是應該譴責這一類事件嗎 這個西方記者 答都不答 他只是說 以後中國是不是會繼續這樣做 你看不看到 他根本不在乎 這些什麼全人類有沒有良知 他不會理的 他只會理中國以後 你是不是繼續會說 澳洲會到處殺人 其實是這樣的意思 是不是 原來你會篤出我們西方的殘暴行為的真相 以後西方就一起打死 不可以說了 我想下面那些 大家認為 我形容的這個西方記者 背後的問題容易 對不對 何其醜陋 這些西方記者 看完這些醜陋的西方記者 接下來我們繼續跟進這個事件 當時 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發的帖子上 外間的焦點都放在那幅圖上 當然我自己認為這個焦點應該是追究責任 不要緊 這幅圖成為了世界焦點 原來那幅圖是內地的一個畫家畫的 然後後來他也知道自己這幅圖 就變成了世界的一個熱門 然後他也回應 我有空的時候再畫多一幅去回應你 跟這個澳洲總理說 去到昨晚 新的圖出來了 九點幾出 都幾十萬個like 幾個小時裡面 我相信很大機會 在大家看到這條影片的時候 都衝上了各大排行榜 這一幅就是那幅圖 我講講我自己認為 這個作者叫烏克麒麟 他在微博的名字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他的微博看 都相當熱鬧 下面大家熟悉的人都在那裡 我講一下我認為這幅圖看到什麼 第一看下背景 是一個打仗的背景 甚至乎應該說是一個侵略的背景 左邊侵略右邊 還有一些人已經去見上帝 或者見他的神 為什麼會被人見呢 可能他被某些國家屠殺 不管你是否無辜 發生這一種事情的時候 這個世界來了一個紅色衫的人 我不知道他叫不叫小朋友 七十多歲 儘管有些在這裡打仗幾百歲的人 這個七十多歲 紅色衫的一個恩 是不是寓意中國呢 他過來想做什麼呢 他想把這裡發生的事 挖低他 某個國家發生血光之災 發生了這些無人性的事 挖低他 告訴別人 但是 當中國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發覺 這些所謂的西方媒體 所謂的記者 所謂的第四公權 他不在乎 在後面所謂A國家侵略 B國家 是不是濫殺無辜 不在乎 他們把所有的鏡頭指著中國 說中國 你現在在做什麼 你看看這個 這個人指著他 你在做什麼 你是不是想把我們在做的事 播給全世界人知道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這些記者實際上 在做什麼 掩蓋真相 轉移焦點 這個就是我認為 這一幅圖的核心 而我看到這一幅圖 我相信大家 會想到另一幅圖 另一幅在2019年香港 一堆暴徒記者 影著警察執法 他們的鏡頭裡面 只會影著警察 從來不會影著暴徒 對著暴徒殺人放火 打劫老粒 破壞事件 隻字不提 只會影著一些 香港警察執法的時候 就說他在這裡打人 這些就是西方記者的手段 就是香港那些黃絲記者的手段 除了看烏合麒麟的兩幅畫之外 內地的另一個微博 叫做蒂巴 他也都將這兩幅圖 進行了二次的創作 你會發現其實兩幅圖 是可以合併在一起的 可以說是左右互相呼應的 最後觀眾的你 又覺得我所形容的 那個理解這幅圖 正不正確呢 又或者有沒有其他細節 我自己漏了呢 觀眾可以留言告訴我 好了 接下來我們看看正常的資訊 昨天滬深300指數 從上5000點的大關 一度升超過2% 接近五年半的高位 而下一則的消息 香港政府正在研究 推出境外選舉投票 廉政專員表示 獲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指正在研究境外投票的事宜 廉署已經開始 就着防止選舉貪污 執法和宣傳教育等方面 進行內部準備工作 亦都說到 未定何時落實有關措施 需要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指聯署有足夠的經驗去配合 而下一則的消息 食衛局局長陳肇始 在昨天表示 感謝中央政府推出措施 允許在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 開業的指定醫療機構 經廣東省批審後 使用在香港的藥物和醫療儀器 亦都說到 特區政府已經和內地有關當局 展開跟進工作 包括成立協助平台 就制定根據可以在大灣區指定醫療機構 使用的藥物和醫療儀器的目錄 及有關當局展開討論等等 並且會商討具體安排 下一則的消息 央視新聞從國家航天局獲釋 昨晚大概晚上的11點13分 我國的常俄5號探測器 成功著陸於月球正面的預選著陸區 成為中國第三個成功實施月面軟著陸的探測器 成功著陸之後 這個著陸器會在地面控制之下 將會正式開始持續接近兩天的月面工作 而在下則的消息 這些真是沒得頂的 上年2019年11月15號 當中大約有20至30人 在元朗太子珠寶外聚集 警員到場之後 人群四散 警員追捷到一條後巷的時候 就看到被告密石峰跌倒在地 然後上前制服拘捕他 並且在被告袋中搜出爆炸品 包括11個煙霧餅 一支長身縮警棍、行山象、雷射筆和鐵釘 他被控管有炸藥及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 及管有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三項罪 被告早前出庭的時候 作公表示 以自己身患外脂病 受傷的時候會容易感染或者致命 所以便稱需要帶醫療物資及相關的攻擊性武器 去保護自己 大家明不明白 因為有外脂病 所以要帶武器去保護自己 包括那11個煙霧餅 包括那些鐵釘 即是一個很可怕的理由 即是什麼叫 異想天開 什麼叫創意無極限 那當然啦 裁判官最後是判被告三項罪名成立 共處被告監禁15個月 好啦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